就讓秋天的月光灑滿香夢解放 想一去那邊等你回家 我會更長存斷的想法 我們不需要一直悲傷 但是我們必須去觸碰那個悲傷 那個悲傷才可以昇華 變成另外一種愛跟想念 對 然後 我也很想我爸 阿姨你好 我是魏芸芸 今天呢 我們秀了妳的可愛女兒一慶之多 我希望這份心意可以透過這首歌 還有我的靈洞可以傳達給妳 雖然是別人的媽媽 可是我內心也覺得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爸爸也是今年幾個月前剛過世 魏芸芸加油 今天突然爸爸就離開了 那在醫院的床邊 第一次看到妳 顧得吃一滑吧 其實我們三個其實還很想念爸爸 對吧 爸爸的倒下 媽媽的肩膀更重了 但是現在在這個世界上 最重要的人就只有妳 我們不會讓妳受任何委屈 讓任何人欺負 好好保護妳 陪伴妳 我們會努力讓自己的期望實現 媽媽妳知道嗎 其實我們真的很感謝妳跟爸爸 沒有像別人管我們很嚴厲 我們愛跟妳吵架鬥嘴 妳是一樣包容我們 愛我們 我們一樣很愛很愛妳喔 剛看到媽媽就是很驚嚇的樣子的當時 我真的是緊張到我的心上都會挑出來 我有一種感覺好像 就是是我自己在規劃這件事情 然後 有一點投射了那個媽媽 是自己的媽媽的那種感覺 然後 想要對他們說的就是 我們彼此 身上留著一樣的血 就是我們是 這一生裡面 最親密 也是最巨大的支持 因為我覺得華人都會 華人還是亞洲人 就像 我們家有時候也會 不太好意思說 愛這件事情 然後但是呢 因為我歷經了父母親的過世 所以我會覺得 愛這件事情 可以說的時候就要說 然後當妳可以去親近妳的家人的時候 妳就要很努力的去親近妳的家人 中間過程的時候 比如說我唱到一半 就是我唱錯之後 再重來一次 就是要 嘩就哭了 然後我內心感覺到的是 就是 好像就是身為一個媽媽 我不能在孩子面前掉淚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就是鼓勵她們 就是 真的要哭出來 妳要讓自己去經歷那段悲傷 對 當然不是說妳要一直在悲傷裡面 而是說 妳在這個悲傷裡面的時候 妳可以清楚的感覺到 妳自己是有多捨不得跟愛 那個 愛愛可能失去的情人 或是失去的感情都好 所以我剛剛就非常鼓勵媽媽 然後 嗯 失去家人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妳必須要去 讓自己沉浸在那個悲傷裡面 只是說妳不要 沉溺 嗯 就是 我們不需要一直悲傷 但是我們必須去觸控那個悲傷 然後那個悲傷才可以昇華變成另外一種愛跟想念 對 然後 我也很想我吧 跟我們說 沉浩 我們很無聊 我們不妙 我們不妙